好,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反应室,固氮反应室乳像,它是把氮气经由16个ATP反应之后形成氨气跟氢气,过程中会成氢,然后把ATP都分解掉了,所以它是耗能反应,它是个耗能反应,它是个耗能反应,一定要把它讲清楚,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同学在高二上学期学到氮循环的时候,一听到固氮菌可以固氮, 它就直觉觉得它是生产者,不是,最终我要理解一件事情,什么叫做生产者,生产者固氮菌不是生产者,生产者有几个定义很重要,一可以从环境中获得能量,环境中获能,等一下哦,先把它写好,这是生产者的定义,应该以前有提过,环境中, 获得能量,环境中获能,而这个能量呢,可以用在第二点,把无机物转成有机物,好,这两点就是生产者的定义,如果你有办法从环境中获得能量,这个能量使得无机物转变成有机物, 你就是生产者,所以重点是无机变有机,无机物转成有机物,利用环境中的能,如果这个能叫做光能,你叫光合自营,如果是化学能,就叫化学自营,所以第二点太重要了,把无机转有机,好,我们来回来看固氮反应,氮是无机物,氢是无机物,电子无机物,对不对? 来,形成了氨气跟氢气,这两个也是无机物啊,所以固氮反应是无机物转成无机物,和自营生物或是生产者,一点关系都没有,有发现吗?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固定什么东西,你就是生产者,没没没没没,那为什么一直会有这种感觉,固定什么什么,你就是生产者,你讲的是固定二氧化碳,固定二氧化碳,因为植物或是其他的光合自营者,他固定二氧化碳变成什么?变成葡萄糖,二氧化碳是气体,固定成溶于水的葡萄糖,而葡萄糖是有机物,所以那个固定是无机转有机,他当然是生产者,但这个固定是无机转无机,所以他不是生产者,第二个,他还需要化学, 很多能量,他不但没有办法从怀音中获得能量,他还要耗能,换句话说,他必须要行很大量的有氧呼吸,产生ATP,用于固定作用,所以固定就很花能量的,所以他一定是个很强烈,呃,代谢旺盛的,有氧呼吸的,易营者,好,所以自营跟易营定一,大家也大概补充一下,自营者可以自己产生有机物, 建构自己的身体,自己营造出自己的身体,我们易营者呢,你没有办法呈生有机物,怎么办,靠吃食物,由别人身体上来有机物,吃到你身上便你的,透过别人来营造你的身体,所以叫易营,用别人的身体来营造你的身体,那就是那句老话啊,吃什么长什么咯,吃肉补肉,吃闹补闹,对,嗯,好啦,以上是这样,所以这是那个,固定反应的过程,好,到这里有没有问题,那个顺便, 提一提,你们当时在学生难者,包含化学质疑跟,呃,光合质疑,你们当时教的化学质疑,有没有讲过什么,什么例子,有没有影响,例如,亚硝酸菌跟硝酸菌,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吗,有没有,当时有没有讲,讲清楚说明白,幸福才能跟着来,好,我这边大概解释一下下,我先用,我先用固氮反应为例,因为刚好反应在这边,我先问一个化学上的问题,请问这个氮气变成氨气,这个反应是氧化还是氧化, 还原,所以氧化还原交了嘛,我看你反应很快啊,好,我们看一下怎么算,看氧化还原数,氮是零,这边是负三,所以这边氮是正三,从零变成负三,而变成正三代表什么,丢去了三个垫子,失去垫子,诶,我是不是写错了,白痴,我学反了,难道觉得越学越怪,这边是正三,这边是负三啦,从零变成负三, 负三是获得三个垫子,获得垫子是还原,好,写一下,还原,为什么一直叫它是还原呢,因为在生物体内的生化反应,通常还原反应是耗能的,所以它必须耗掉ATP,好,but,如果这个化学反应是氧化呢,会释放出能量来,例如,我举几个例子,NH4症,就是氧炉跟水作用了,然后呢, 去形成NO2负一价,再形成NO3负一价,雅硝酸炎跟硝酸炎,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氧化数,这边是正四,这边是负三,有没有写错,没错,所以这个蛋是负三,然后呢,这个是负四,这边是正三,没错吧,这边是负六,这边是正五,看到没,负三变正三,是不是失去了六个垫子,哇,好剧烈的氧化,正三变正五,是不是失去了两个垫子,这两个反应都是氧化反应, 氧化反应会放出能量来的,而这个能量呢,就去把耗能的二氧化碳固定成葡萄糖做出来,当然有些反应要写好,所以看,利用环境中的化学反应产生的能,指的无机物,只能有机物,哇,你是自营者耶,能量来源不是光能,而是上面这个化学反应放出来的氧化能,所以叫化学自营, 好,顺便补充一下,各位讲到这里,又讲氮的固定,又提,又补充到,呃,形成亚硝酸盐跟硝酸盐,是自营者,化学自营者做的,当时在二上所介绍的那些氮循环,要复习回来咯,好,N兔先固定成氨气,容易跟水最后变成氨盐,氨盐会变成亚硝酸盐,最后变成硝酸盐, 这是亚硝化菌跟硝化菌做的,这两种菌是化学自营菌,凭什么,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反应获得能量,然后把二氧化碳变成葡萄糖,可是我们课本上介绍,亚硝化菌跟硝化菌的时候,都没有讲,它可以把二氧化碳变成葡萄糖,所以大家就一直不知道,为什么它是自营者,因为我们只强调氮循环的部分,没有想到,这个过程中获得的能量,可以让二氧化碳变成葡萄糖,好,所以大家了解到这,好了,那, 那,先让我把它擦掉,该怎么讲的,我先把一些不相关的东西擦掉,因为,因为提到了嘛,就多讲一点点,其实这个反应,蛮有趣的,我觉得好像不像在上生物,这边有二啊,所以这边应该是六个,所以换句话说,我把N2变成NH3,两个NH3,我号掉六个电子,那为什么我需要半个电子呢,另外两个电子用在哪里,用在七, 这个反应不是只有蛋还原,心也还原了,同时还原两种东西,好,所以顺便说明一下,这是个还原反应,耗能量的,好,这是固氮菌的固氮酶酶,直行的固氮反应,让细体氮,最后可以变成溶于水的状态,好,会花掉大量的ATP,每固定一个N2,要花掉16个ATP,大概是这个反应,好,那我后面给大家看几个图儿,植物的根毛一开始会生出来,然后看到根流菌, 就把啊吞进来,吃到它的这个皮层这边,然后根流菌就在那边繁衍,然后繁衍的时候就刺激了皮层细胞,皮层细胞就肿起来了,这就是根流,好,画面右边这一颗颗小根流,哦,这根流更大,哇,这样子,所以耳后大家,你去河滨公园啦,或是踏青的时候,如果你真的手很不小心,哎呀,不小心把这个脚草拔起来了, 发现它的根有一颗一颗的东西,也许是根流,我现在讲的是也许,但也许不是,如果你今天拿的是圣绝,那一颗一颗是储水器,里面是水,它储存水分,好,所以你可以验证,你把它切开,一切,好红哦,那就是豆柯植物,还有雪红素,那如果切开好水哦,那就是一般的储水构造,你就可以拿来吃, 在野外求生日的时候,蕨类的,藏水的构造,就是补充水分的来源,好,以上,那我们的根流暂时说到这边,根流在这边讲到,它跟植物,根流菌跟植物共生成根流,是负责固氮,获得含氮的无稽养分,氮肥,而这个菌在当时的氮循环中,它是放在固氮作用那一边的,而固氮作用除了根流菌之外,还有, 蓝氯菌,所以大家,这个就很麻烦很麻烦了,可以固氮的生物,都是义引者吗?不是,因为蓝氯菌是自引者,但是蓝氯菌会自引者,是因为它可以行光耗的作用,跟它的固氮能力没有关系,对,所以固氮生物要分,蓝氯菌是自引者,因为它会光耗的作用,但根流菌是义引者,它无法把无机物转成有机物,属于义引者,好,那我们的根流就说, 一点,